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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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历来的腹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首先 战国时代的腹体篇幅短小 称作短腹 荀子的腹篇由五篇短腹构成 是最早以腹为篇名的作品 两汉时期 腹体此早华丽 彼时夸张 长篇俱作 展现汉人刻画景物和叙述事件的能力 此时腹又称为古腹 大腹 汉腹也是汉代的文学主流 魏晋六朝 腹体受到平文的影响 而平文化 融合平文的音韵 队友 磁藻和典故等特点 称作平腹或排腹 如王燦 登楼腹 江烟 别腹 唐代因静体式格律的影响 又称作律腹 辽为应科举格式之作 到了宋代 因为古文运动的兴起 腹体化点重为流利 融入散文句式 称作散腹或文腹 如欧阳修 丘生腹 苏氏 赤壁腹 明清两朝 腹体因八古文的影响 仅为科举格式之作 发展亦受到局限 称作古腹 由以上说明 我们可以总结 腹体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押韵的文章 是汉代的主流文学 其次 其形式上常具有主课问答结构 用以发展文章脉络 推展主题或论点 战国荀子的腹篇用摄问以说理 汉代司马向如的子虚腹 则以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为主要的情节 可知主课摄问是腹体的特色结构 再来体无写之 藉由描摹事物来抒发议论或情感 最后 腹通常具有此早华丽 铺排夸张的特色 然各时代的腹体 随当代的思潮而略有差异 例如本单元 苏氏的赤壁腹 便是受到宋代古文运动影响所形成的散文腹代表作品 原封五年 苏氏因屋台事案贬折黄州 十年七月 于克泛州由于赤壁之下 有敢于万物甚衰肖长之力而作此副 此地虽非当时三国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但苏氏借题发挥 将叙事 斜景 抒情和议论 荣于一如 抒发便与不便 突破有限 自我超越的生命哲理 同年 苏氏令创作《颂词念奴交赤壁怀骨》 相同的 两者以赤壁怀骨为主题 但赤壁腹借由主客问答 带出了对生命价值的思辨 继续抒情外兼具议论折思 而颂词念奴交则透过与周瑜的对照 与周郎的雄姿音发 贯注自己的人格理想 最后自嘲 多情音效我 早生华法的理想落空 不如江酒 洒向江中的明月 洒脱豁达 赤壁腹中的苏氏化身为哲学家 借主客社问的形式推展思辨 颂词念奴交中的苏氏 则做回了自己 直输胸义 展现情真慈怯的好情 一种主题 两种风格 同学不妨赏读两篇作品 感受一下这位大文豪 潇洒旷达的人生观 本单元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 大文豪 潇洒旷达的人生观